這個補奏業的目標就是希望我們的僱主 可以不需要裁員 有一個補奏業計劃就可能幫到那些 有機會可能被裁員就可以補回自己的工作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目標 接下來就是第二期工資的補貼 這個涉及到今年的9月至11月 整個補奏業計劃裏頭最重要的地方 一就是一定要簡單 二也是要很快能夠發放那些資助 我們希望有一個更加寬鬆 更加能夠位及65歲或以上 有強積金戶口的僱員的做法 只要這些僱員仍然是在那個強積金公款紀錄裏 就算僱主沒有給到那個工資的資料 又或沒有幫他做這個自願性公款 我們就會給一個五千元的補貼這一位的僱員 那如果那個僱主是拿了這個五千元 他必定要將整筆五千元 即乘三個月即一萬五千元 是給了這一位65歲或以上的僱員的 在第二期如果想申請工資補貼的大型物館公司 他是需要承諾將一筆等同於他拿的工資補貼的 最少八成的款項 是要跟業主或者業主難發團共享 可以留待將來做一些大型維修 或者是買一些設施 又說是一些管理費的減免的一些安排 第二類就是超級市場 主要我們會是要求兩大連鎖超級市場 就是百佳維康 因為他拿我們的工資補貼 是超過一億元的每一個機構 所以就希望他在九十十一月這三個月 能夠做更多為及他們的顧客 甚至是一些非政府機構 特別是弱勢社群 可以給多些現金券、優惠、折扣等等 這個我們會稍後跟兩大連鎖超級市場去商討